早上 给我做完早餐之后就不见了 应该是去找沈莹莹吧 那就好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她没发现就好 没事儿 别紧张 其实很多事情 我都已经无所谓了 好多事儿我都能忍 但是我都能忍 但是有一件事情吧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事儿啊 她的事儿 这个我有办法 这地方熊不熊啊 出什么事儿了 这老中医在这一块很有名的 都说她要道病除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啊 不是不是 是妙手回春 谁在说我草菅人命啊 你听错了啊 我没有我没有 我耳朵很灵的 你们哪一个看病了 不是我 那你们俩都不是 你们俩在这儿干吗了 嗯 是这样的啊 我朋友 的老公 嗯 他那方面 就是需求比较强 那我朋友就很困扰 他担心他老公站下去 身体会垮掉 所以看看有没有什么 药可以 控制一下 哦 我明白了 嗯 那你老公 超久了一次 一次多久啊 他 我朋友的老公 他是是别的朋友啊 对对对 别的朋友 就具体什么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困扰 那 是不是他一口臭 口干 还有脾气急躁 有的时候 还有睡不着觉的 这些症状 对对对 我朋友说对 哦 那可能就是上火咯 我这个药呢 就是白火的 我这个药呢 你拿回去呢 给你老公吃 一日 吃一次 一次吃一粒 病好了 药就可以停了 这个药呢 副作用不大 就是有的时候 咳睡多一点 有的时候 还有些多醋善的感性 孩子 不是我朋友的老公 不是我朋友 是我朋友的老公 扫码 一百块钱 老婆 老公 你怎么要口臭啊 有吗 最近是不是感觉 口干舌燥 然后 又容易发脾气 嘴里还有溃疡 好像是有点 上火了 等一下 这个是去火的 四颗 还是老婆心疼我 那我去洗澡了 好 在床上等你啊 什么 我把她继续 转发了 你把她继续 用了 鸡蛋 小腿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